高端疫苗二期临床试验 合作厂商被爆出 竟然是陆资公司 丘以斯生计2014年由美商并购 但在2021年4月 与上海地麦公司战略合并 并歌名康帝亚 更有立委爆料 在并购后一个月就与高端签约 而公司董事长也是大陆人 国产高端进车陆资 指挥中心这么说 请这个经济部商业师 对这个丘以斯公司做调查 不是经济部负责 这个还是有位部来说明 高端强调2020年11月 与美商丘以斯生计签约 隔年才被陆契合并 但以往只要碰到陆资 蔡政府就急跳脚 大陆这回直接参与 我国产疫苗的二期关键试验 政府怎么不肯起 更扯的是陈时中有讲过一句 他们打的我们不敢用 那现在是他们测试的 我们就敢用 碰到高端就转弯 抗中疫苗变成靠中疫苗 真的极其的讽刺 陈时中说自己有抗中保台 DNA当初大陆代理卖BNT 政府狂倒民间卖 如今大陆公司 直接参与国产疫苗试验 民进党的抗中DNA 为何消失不前 你把台湾生产的都 拿到大陆去测试 所以是可以用 测试更严重 依照民进党的逻辑 那是不是中共在这里 坐着手脚 所以让高端没有效了 在看大陆入资的问题的时候 是看人在耍眼 放到高端 如果抗中很重要 高端凭什么拿EUA 如果抗中不重要 政府当初为何党BNT 高端背后到底有多大的利益 能让执政者的抗中天条都大转弯 记者周庭杰 陈宜荣 台北报道 我是陈居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